一代伟人学富武车,也喜欢犀利的点评,他坦言自己论理直极端,论人喜科评,比如刘表,须有其表,但众多毒辣的评语中,最狠的莫过于他在论持久战写的。 宋湘公有蠢猪式的人意道德,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会让毛主席气愤地用蠢猪来形容宋湘公,认为他这是蠢猪式的人意道德呢? 大家好,这里是小麻,点击订阅,带您解读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蠢猪式的人意道德 用现代话说,宋湘公一直在为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奋斗,他满脑子都是春秋时期的理法和人意道德,他满心所怀的都是诺言、信誉和古道热肠,正因如此,他的很多行为都脱离了现实,有些人会嘲笑他,这些嘴脸充斥着得意的神色。 他们认为,宋湘公的理想主义,在刀光剑影的春秋时期,是一文不值的,如果宋湘公穿越到现代,他一定被这种尖锐的批评,搞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有可能从此失去了理想和信念。 左传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处处都表露宋湘公注定是个悲剧,某天,有几块大石头从天而降,落在宋国的领土内,不仅如此,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如此一笑,引得宋国人民一片哗然。 宋湘公心中疑惑,便求教于博学多才之人,得到一挂,解之得出结论,您将会得到诸侯们的拥护,然而不能长久地保持到最后,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自然界的阴阳之势,怎么会和人士的凶极有关呢? 然而,宋湘公却不明白凶极之果在于人为的道理,他把天命和人士混为了一坛,实际上,天上掉下石头,那是陨石坠落的正常现象,六只水鸟倒退着飞翔。 那是因为狂风肆虐的缘故。 谁鸟逆风飞翔,这种拼搏的精神固然值得赞许,但无视客观条件的一位蛮干,其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退飞。 当宋湘公仰头看向那些鸟的时候,是否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一个人对抗着历史的潮流,这注定就是悲剧。 实际上,宋湘公在春秋时期涂霸,便是受理想主义感召和复兴梦想鼓动的结果。 他对理想心怀赤诚,对梦想不懈追求,一头扎入了一项自以为伟大的争霸事业,然而,他越努力。 最终的危害却越大,正如预言所说,均将得诸侯而不忠。 究其原因,是因为宋湘公受限于自身的愚昧和能力的不足,他没有齐桓公那样的知人善任,没有靖文公那样的丰富履历,没有齐木公那样的深谋远虑,没有楚庄王那样的虚怀弱骨。 宋湘公也许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宋国,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去逐鹿中原,与大国叫板,然而,他却知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了。 当一个人的期望超过了他的能力,要么选择向现实世界的规则,低头和妥协,要么就会被残酷的现实所抛弃,可悲的是,宋湘公选择了后者,那么,他理想主义的旗帜,必然会倾倒。 在春秋五霸的几个人中,宋湘公应该算是一个另类,因为其他几个人,比如齐桓公、晋文公等,都实现了自己国家的开疆拓土,收复了很多臣民,让他们屈服在自己脚下,但只有宋湘公文不成武不就的,并且还留给了后人几个表现他迂腐的笑话,事实上,所谓的五霸的说法,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人承认。 对于宋湘公,恐怕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对他也是一种看笑话的态度来看待他的,一直到唐代的时候,人们为了考证史记里面的人物,就增加了一个春秋五霸的说法,里面,就把宋湘公给罗列了进去,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可是不仅仅是战国时期的那几个,大大小小的诸侯,有几十个。 诸侯国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强国,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市那么大,所以放现在宋湘公也就是一个市长,要说宋湘公的一生,定没有给他自己的国家宋国,干过几件实事。 好像一直都是在为别人做嫁衣,比如,同样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被自己不孝顺的儿子们活活饿死了,齐国国内也开始了内乱,作为齐桓公铁哥们的宋湘公就看不下去了,领着一帮地痞村霸的小兄弟拿着武器就冲向了齐国,收拾了几个逆子,杀了几个奸臣,最终把齐国的局势给安定了下来。 当然,宋湘公在这件事情中唠叨的好处是让更多的人对他刮目相看了。 楚国从春秋开始就一直是强国,可不是谁想动就动的了的,但宋湘公是一个例外。 事实上,在对待齐国这件事上,就看出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那股劲。 据说宋湘公看曹国对自己不敬,就领着小兄弟们去整治曹村长,但没想到到曹村长有后台,这个后台就是强大的楚国, 结果就是,宋市长梅志得了曹村长,反而被楚省长给抓了,还扣了好多天,交了罚款才给放回去,宋湘公表面温文尔雅,其实还是挺有气性的。 回去之后就耿耿于怀,一直想着报仇,于是就又领着自己的一杆铁哥们对楚国下了战书,两国约定要在洪水岸边决议死战。 这件事,竟给宋湘公在后人面前留下了笑柄。 现代人打仗都讲究兵不厌诈,但宋湘公却很光明正大,宋国军队提前到达了决战地点, 楚国军队需要过河,在楚国军队渡河过程中,有人劝宋湘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把对方消灭在河中央, 但是不知道宋湘公是太自信了,还是真的道德太高尚,竟然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并且还拿信守承诺来说事儿。 对方渡过河之后,他还不打,说是要等对方把队伍排列整齐,野心不足蛇吞象。 春秋霸主齐桓公死后 宋湘公想效仿齐桓公,确立霸主地位,但他没有看到齐国强大的国力与资本, 只看到了齐桓公当初的野心,区区小国,怎么能效仿大国成为中原霸主呢? 连子虞都劝道,以小国之力会和诸侯是祸患,但是他不听。 想得没错,但是打起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公子沐仪曾经劝说宋湘公说,如果我们要打正国,楚国必然会援救,到时候和楚国的战争不可避免。 我们如果没有打败楚国的实力,就不要轻易冒这个风险。 但一心复仇的宋湘公,什么也听不进去。 公元前639年秋天,宋国悍然发动了对正国的侵略战争,按照宋湘公战前的想法, 你楚国要是不救援,我就灭了正国,你楚国要是来救援,我就正好设个包围圈,来一个围典打援, 不管哪一种方法,我都是稳赢的,让宋湘公没有想到的是, 楚国却采取了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方略,直接唯唯救赵,进攻宋国的本土。 这下战火烧到了宋国境内,原先是宋国要牵着楚国的鼻子走, 现在反而变成被人家楚国牵着鼻子走,无奈之下,宋湘公只好回兵救援。 这个时候,关于事战,事和的争论在起, 当时宋国的大臣们,比如辅佐宋湘公多年的公孙顾, 就认为,以宋国此时的国力,是根本不可能和楚国作对的, 就算这一战打赢了,下一战也很可能失败, 因为宋国的地理位置,外加军事实力,是无法和楚国相抗衡的, 所以,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最好的选择, 盲目地争霸战争,只会断送了宋国, 但是宋湘公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他的脑袋里,满是他所崇尚的仁义二字, 他反复地说,我是一只仁义之狮, 还怕楚国的虎狼之狮吗? 10月,宋湘公率军在洪水猎阵,和楚国军队决战, 这场战斗,宋国军队机会还是把握得非常好的, 当时他们抢在楚国前面抵达了战场, 这时候的楚国人,正浩浩荡荡地准备渡河, 这正是宋国军队发动攻击的好机会, 公子沐仪发现了这个战机, 阎盟要求宋湘公立刻出击, 趁楚国渡河的时候发起袭击,将其彻底消灭, 但是宋湘公却拒绝了, 他认为,这时候如果发动进攻, 是一种非常不人意的表现, 楚国人渡河以后,紧锣密鼓地排阵, 公子沐仪看着急了, 他拽着宋湘公的袖子说, 如果现在不立刻发动进攻, 那么等着楚国人排好阵势, 我们就会全军覆没的, 宋湘公还是很固执, 这你就不懂了, 这叫礼数,如果敌人还没有排好阵容, 我们就发动进攻, 这是不人意的, 就算打赢了,也不光彩,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楚国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面对面的和宋国打, 那可真等于是菜刀切豆腐一样容易, 宋国大败, 宋湘公从此再也不敢想什么争霸的事情了, 其实在宋湘公身上, 处处体现着事物的矛盾性, 比如, 在崇尚敌长子继承志的那个时代, 他老爹死之后, 他竟然要把国君的位置, 让给自己输出的哥哥, 结果竟然把哥哥吓得跑出了国门, 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想让位, 还是诚心试探人的, 这一点体现的是, 心机难和傻白田的矛盾, 还有就是在那个乱世, 他和很多的诸侯一样, 实际上是想称霸的, 但还要讲究规则礼仪, 反而给自己套上了一具枷锁, 结果什么事都干不成, 但最终他, 还是被列为五霸之一, 并不是说他本人就真有多大本事, 可能主要是因为人们, 对一种规则意识的崇尚吧。